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唉 学校毕业已经好一阵子了 三万出头的薪水怎么算都不太够 生活处处省吃俭用也存不下什么钱 这样日复一日我的未来到底在哪里啊 我实在不想再这样过不知道明天会不会更好的日子 那我是换一份薪水较高的工作 仍然当一个朝九晚五的上班族呢 还是再去见一份差 嗯 还是去做直销后创业 我该如何评估啊 好难哦 对了 我可以请教舅舅留奶爸 他在网路上做网路行销的教学课程 他一定知道有什么好的网路赚钱方法 舅舅 请问我目前这样的状况 有没有什么翻身的机会 翻身 这两个字我从好多人口中听到过 你真是问对人的 我跟你讲 晚上睡觉的时候 你想要怎么翻都可以啦 好吧 认真跟你说 透过网路让自己的未来 可以翻身是绝对有机会的 事实上呢 我们在新闻节目里面 也常常看到这样的例子 但是呢 我要提醒你的是 人们常常只看到别人的成功 却没有想过自己是否有能力承受那样的压力 所以翻身这两个字是绝对可以透过网路行销来达成 但是一定要搭配严格的自我要求和纪律 以及拥有坚持不放弃的精神 嗯 我觉得我可以 那么我们先来说说几个在网路上赚钱的方法 你看看哪一种比较有兴趣 我们再来做深入的讨论 我们在网路上赚钱的模式呢 主要分成五种 第一种呢 就是推广别人的产品 例如联盟行销 这是一种不用出门 不用进货 不用计货 不用收款的赚钱模式 只要在联盟行销的平台去注册一个账号 然后协助呢 销售平台提供的产品 在网路上去曝光 只要有人经过你的推广连结 到了原厂网站去做下单 原厂就会记录你的账号 然后在商品成交之后呢 再播发推荐的奖金给你 所以客户是直接和原厂做交易 金流和物流的工作呢 全部都是在原厂处理 你的工作就是协助曝光 推广连结在各种自媒体的平台 目前啊 全世界有很多联盟行销平台 像美国的Amazon 它的网路商店就是联盟行销的十足 台湾呢 也有越来越多电商 开始启动这样的功能哦 来 我给你看一下 久久在博克莱的联盟行销后台 如果你要推广的任何一项产品 你就先登入AP的后台 找到这个产品的连结 然后呢 再按一个转换 取得你自己这个特定的连结 再把这个连结呢 放在你自己的部落格 或者是把这个连结呢 用LINE传给你的朋友 只要有兴趣的话呢 他们买这个产品的人 到博克来去网站下单购买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赚到2%到4%的推荐奖金哦 哇 不错耶 我很喜欢看书 那我也能加入卖书的行列吗 我要先加入什么会员之类的吗 还是要先付钱吗 可以啊 加入联盟行销的会员呢 只要在这里申请就可以了 完全不用付钱哦 这就是联盟行销的好处 成为联盟行销的会员 其实就好像经销商去帮原厂卖东西 但是呢 你又不需要先囤货的概念哦 这个是网络时代的重大的变革 因为这个线上购物啊 和传统的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是不一样的 所以经销商呢 也不用先囤货放在自己的家里 只需要在网络上成交的时候 再由厂商发货到客户的手上 那联盟行销会员要做的事情就很单纯啊 省掉那些收款和寄送货品的麻烦 而且你想卖的产品就可以无限多了哦 少了囤货的资金和空间的压力 就只要专心去思考 如何去曝光和行销的问题就可以了 不错吧 哇 真的太棒了 所以我下班时间也可以在家工作了耶 那还有什么其他赚钱的方法 赶快说 我好想要再知道多一点 第二种的模式呢 是销售自己的商品 产品呢 可以分成有型的实体产品 或者是无形的服务性的产品 无形的服务呢 例如你的专业知识的分享啊 或者是举办实体的课程 或者是线上的课程 或者是代买代购 唱片专辑 电子书等等 这种方法和联盟行销不太一样 因为卖的是你自己的产品 所以你要做的事情就会比较多 但是相对的呢 利润也会比较高哦 听起来也不错 因为收入会更高 但是我可能就要花更多时间 如果上班时间又碰到加班的话 可能会忙不过来 那还有其他方法吗 第三种 就是Google的AdSense广告分论 例如像部落格文章里面穿插的一些小广告啊 或者是开启YouTube的影片上面的那个广告盈利功能 或者是YouTube的会员功能定期订额的收费 所谓的这个分论就是他们平台上去猜账 实际收到的金额有一部分是给YouTube的哦 哦 这个我知道 就是部落客和YouTuber在做的事对吧 不过听说他们赚的很少耶 除非是百万YouTuber才会有比较高的收入对吧 嗯 不用急 我们再继续看下去 第四种就是直播打赏的功能 像YouTube的直播的超级留言 或是脸书的直播送信心或Long Live之类等等 各种直播平台的斗内 都是让直播主可以赚取利润 并且与这个平台上去拆账的盈利模式 如果你是懒得写文章又懒得剪辑影片的话 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做后置 而且你刚好很爱聊天讲话 那直播的事业也许是你的获利模式首选哦 蛤 那我要命的镜头 到底要做什么才会有人抖内我呢 我要开唱吗 法会创意咯 多看看别人的直播都在做什么 主播和YouTube的影片最大不同 就是可以和观众做及时的互动 像你长得那么甜美 又那么会说话的人 也许能吸引很多粉丝和你聊天 甚至斗内给你哦 另外呢 如果你经营了一段时间 慢慢有了固定的粉丝 也可以来到下一步 就是第五种模式 直接和厂商合作去接业配 在Blog或者是YouTube影片 或是在直播节目里面 去置入厂商的产品 协助行销曝光 每个案子呢 专案报价 或者是依照这个销售量去抽成 像以上这几种方法 是目前在网路上比较成熟 而且利润比较高的获利模式 你可以依照自己的个性和喜好 来使用不同的方式赚到钱 可以循序渐进啊 也可以同时去进行 这个要依照你目前的时间 和兴趣来规划哦 网路赚钱五模式 一 推广别人的产品 二 销售自己的商品 三 Google AdSense 广告飞润 四 直播打赏功能 五 直接与厂商合作接业配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第二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全部人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感谢观看